烏克兰边境与俄罗斯的冲突日益升高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8号前往顿巴斯前线地区视察 表示乌克兰政府军今年以来有26名士兵丧命 2014年以来乌克兰政府军与俄罗斯撑腰的分离主义叛军 在顿巴斯地区交战至今 不过最近几周乌克兰指控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边境加派军队借以施压 美国白宫发言人8号作出回应 正在关切乌俄边境局势 CNN报道 美国一名国防官员表示 美方正在考虑派遣军舰到黑海 协助乌克兰稳定局势 据德国之声报道 德国总理梅克尔8号 则是亲自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丁 呼吁撤回在乌克兰边界的军队 不过莫斯科当局日前表示 驻军是防御性质不构成威胁 军队部署将维持不变 新唐人也在电视章 Regen整理报道